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殿一千五百多年的大师佛面前 带着全体僧众主法 做这样一个闭关圆满的一个法会 所以这一天四月二十八呢 就变成我们修行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日 在座的有缘者啊 光明照耀下 然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享受在这个气中 也享受在这个法华经的加持中 也享受在药王菩萨本思品的功德历历 希望把这个经典呢 把它变成我们的修行 怎么识别我们现前的这个夜报生的虚伪 怎么样去探索这个夜报生背后的线索 谁是始作俑者 他的业力储存在哪里 我们以怎样的修法去净化他 转夜报为功德 转烦恼为菩提 转染沉浸 转时沉浸 让我们的生命在这样子的智慧 禅定 清净的借乡 飘逸之中 去燃烧 供养 诸香油 那就是戒的功德 垂天难 这是指定 火是会 戒定慧的功德 超过世间一切的那些供养 最稀有的就是用戒定慧来供养 诸供养中 法供养罪 药王菩萨在往昔叫众生喜见菩萨 能治烧 能治烦恼的病 能治生死的病 所以成为药王菩萨 西医治身体 中医讲到气脉了 讲到神经系统 讲到他们后面的能量 但是只有佛的这个层面 才讲到业力 才讲到功德 才讲到清净的法性 才讲到菩提的光明 只有药王菩萨啊 他才能够触及到这么深 徐云老和尚 你看到后来的境界又有很多 到阿姨王寺的时候 为了报妈妈的恩 拜佛舍利 出家的不是不孝 出家乃大孝 他无论怎么样子经历什么 他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我要报妈妈的恩 我要救度轮回中的妈妈 无论他在哪里 我要见到他 我要超度他 我要让他究竟离苦 阿姨王寺在古代 在文革之前 就有一个单叫舍利单 专门拜舍利的 然后他每天都有功课 一天拜三千拜 多少拜下来之后 他说当初我看 就有绿豆大小 深色 当他拜拜拜拜 拜了多少之后 再就看 这个颜色变成赤色 然后再拜了多少之后 看到黄豆大小 变成两种颜色 这个时候他就是心腹口腹 我师父看到这个舍利 他就说 他看到这个舍利 最佳的一次就是 如手指这么大 如蚕豆 还是垂下来的 进拳老法师去拜的时候 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涅槃像 军老阁让他就祭祀了 他有一天就 一个几十米长的一个龙 金龙 在亭前游舞 然后降在他的前面 逊老和尚趁着这叫龙 然后就飞到一个亭台楼阁 非常美的地方 就看到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女的 他很直觉的就反映出来 这个女的就是我妈 他喊他妈妈 徐老和尚在这里面喊他说 你跟我一起上龙 带你去极乐世界 然后这个梦就醒了 所以他在口述他自传的时候 很清楚地叙述了这一段场景 但是后来他说 因为求功心切 身体跟不上了 身体开始病 病得越来越严重 病到后来就连走路都做不了了 然后就住进了阿谕王寺的如意流 但是后来呢 有几个人发心要佛前染指 他就发了 他说 我不仅要拜 我还要发心染指这个功德 也回向我妈妈 然后那个阿谕王寺当时一个刺客吧 特别安慰他 好嘞好嘞 你不用担心 我什么都给你准备好 所以你还帮助一个修行人功德无量的呀 他这个时候已经58岁 他连走都是几个人嫁去的 连到店上个乡都要扔福着去上乡的 贵的呢也要扔福着的 然后大家帮助他染 就随着这个染指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很疼疼疼疼的 疼到后来 疼痛感开始消失 他整个身体就发生变化 当人的道性 当人的意念理性超越这个肉体的时候 当愿意把这个肉体都供养给佛的时候 这时候又发生了很神奇的置患 也就是诸佛菩萨功德世界的功德 又一次地彰显在他的肉身身上 他的肉身又一次地沐浴了佛光的功德 身体越来越好 当染指结束了 他自己就能起来就能拜佛 在他自己走着谢大家 给大家磕头 别人担心他在染指中死掉 他也做了这个准备 死掉就死掉吧 死我也染指 恰恰在染指中 身体恢复如初 当一个修行者 他的信念超过了肉身的时候 就在火里烧 他都不动不摇 当一个凡夫没有认知 这个肉体跟我的关系的时候 狼头扎那个假手 他都会恐惧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关公关老爷 曾经刮骨疗伤 医生给他的刮骨疗伤 这个关公还给大家谈笑风生 一个英雄好汉 他的定力就可以 就可以做到这个 所以我们来分享这些的时候 你就知道 修行是一个非常真实的 修行就是一种虚假模式里面退出来 回归真实的过程 只有修行的人 最后才能告诉自己真相 也告诉这世界真相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正俄罗多罗三秒三不提的时候 连大饭天都要下来 跪在面前 求他 你把真相告诉你世界吧 所以我师父原集前讲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他说 这世界没有问题 是我们的看法有问题 他国作乱 我国清静 我师父一辈子用这个天台中的这个理念来修复自己 所以当他修复到自行情境的时候 哪怕这个世界再乱 再不公 他依然能如如不动 安然面对 慈悲的去接受 无怨 无悔 无恨 我们师父做到这边 这个才是真正世界和平 你没有和平 世界不会和平 所以我师父在原集前讲出这句话 那一定要好好的去分析 好好的记住在心 这世界没有问题 是我们的认识 我们的看法有问题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不会去对别人谈臣痴 我不会怎么样 所以我也不会痛苦 为什么 因为师父的心变了 师父没有敌对地看这个世界 你有了高的智慧 你觉醒了 你会看到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区别 极乐世界如果是净土的话 这世界也是净土 所有不觉悟的人 享受着各自的果报而已 其实我没说过苦 为什么 因为在我的眼睛里 我是这样看重生的 所有别人的不如法 师父引入到内在来 忏悔自己的无量的罪障 别人对师父的无礼 他反而觉得活量和节的缘挺深的 所以修行的人生是一个逐步开悟的过程 是一个逐步收获的 是喜悦 幸福感 增值的过程 越修越幸福 越修越幸福 越老越宝贵 越老越宝贵 甚至生死都没有办法 剥夺他的自信 没有办法终止他的幸福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义工 我们师父们啊 居士们 要发这个 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之心 也要发他这样的心 我在这里做义工 我也是把我的这个肉身啊 我的神经系统啊 我的过去的福报啊 积累到我这个现前的肉身 用我的心愿 清净的意乐 我来供养给你三宝 这样转我们对这个 此个肉身的贪爱 把这个肉身的执着拿来供养 就变成功德了 人不但贪爱自己肉身啊 人还贪爱别人肉身啊 这都是愚痴 都是罪业 但是你奉献这个肉身 它就是功德了 要把药王菩萨的修法 变成我们的修法 归一三宝就是归一解脱 归一三宝的结果 就是离苦得乐 所以我师父说啊 一句阿弥陀佛 即是涅槃法 即是不生不灭法 三宝 佛法 生三宝 都具有无量光 无量寿的特质 都具有解脱特质 都具有涅槃性 有了内容了呢 这时间就变得不平凡了 每个人在时间的良天 收获是不一样的 你想六祖大师 小小年里 深山里去砍柴 看着要挑要运 还要去腰喝卖啊 还帮别人送到他家 送好了之后 领个几文钱 再到集市场 可以买点米啊 给妈妈过日子了 这么勤劳的一个小孩啊 这样的人天地善神 既喜欢他 也怜悯他 也加倍他 因为天地喜欢 这种勤劳 这种无我的 他实际上 虽然没有学佛法 但是他有无我理他 他有忍辱 他有精进 你不要觉得 你学了佛法 有了这些名词 名相 你才会有那个行 不是这样的 一个菩萨来世间 他还没接触佛教呢 但是他的生命里 就已经都流淌着 对生命的感受 对生命的悲悯 对生命的责任 对生命的驾驭 自己的良知 去展现自己生命的状态 所以不是说 宋财到那一家 听到金刚经 他才 我 笨然地学佛了 一个菩萨 从他生下来 就有高神来 给他起名字了 不是突然听到金刚经 他就开悟了 因为他心里本身 就有金刚经的智慧 他与生俱来的 所以 一听到 他马上就懂 不懂的人 天天念也不懂 心中有金刚经 的智慧的 这种肉身菩萨 一听几悟 一悟前悟 一悟到底 你看这句祭颂 这是六祖大师 他的人生的 第一首祭颂 这一首祭颂 彻天彻底 究竟了异 佛也好 主也好 不管谁 没办法 这个你只能应和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那个多远 皎洁的光明 本来无一无和 出所成败 他的解脱 自在 诸佛的智慧 和盘破除 诸佛度众生的 本末究竟 全在其中 法华经历 如是因 如是缘 如是果 如是本末究竟 这一句祭颂 全部具足 那正是因为 有这样的胸怀 有这样的智慧 他做一个普通人 你看 他是怎么做普通人 他做一个佛弟子 他是怎么做佛弟子 他到寺院里 做一个行者 居士 他是怎么做居士 不仅说是尽心尽力 有一百分的力量 他用一百二十分 那二十分出哪来 找块石头挂腰上 这样子的 为三宝 我们所有的人 第一反应 就是自我保护 他就是三宝 是头等的事 我怎么样子 能够完成 你要知道 一千多个人吃饭 每天要中多少米出来 那工作量很大很大的 所以六祖大师 在所有的过程当中 都是这种苦心的 所以五祖大师 在会把一波给他 一个不为倒米 都不吸肉身的人 一定能肩负 弘法的众人 肩负着救度众生的 伟大事业的人 一定不能自私自闭 要把这个事业 当成生命一样 超过生命 去燃烧 妖王菩萨的这个精神 就映现在六祖大师身上 每一位菩萨都是这样的 菩萨 摩赫萨 全部有这个精神 所以在大乘经典里 佛陀还特意讲到 不要你很精进 很持戒 很修行 然后就说社会上 那这个这个这个 不要去说 别人很多是菩萨 根本不知道 所以佛陀给我们的 我们自己慢慢好好的修法 我跟师父十三年了 我又想着师父传戒的 都是大师父的 我是他亲徒弟的 又是侍者 不加 为什么 实际上很重要 师父一直保持的 就是法华经的经典 法华 原教的经典 也是六祖大师的 有一句话 若不实行 学法无益 核心就是 佛心 人心 心 你就知道 心知道了 里面就有戒 你都知道心了 你将心比心就知道了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分寸就有了 行为分寸 语言分寸 小生大生 金刚寸的分寸 你都会有的 所以我在这里 我看到大家 我也很高兴 因为我在你们身上 我也看到这种精神 你们这个精神 就是祖师的精神 就是我们 卢行者的精神 所以佛来度众生 哪怕佛说 没有度尽众生的 他也没有办法 把众生度尽 但是你放心 佛没有负罪感的 我能度多少 这个也不是完全 佛决定的 众生还要配合的 不会因为众生没有度尽 佛陀就不圆满 他功德水呀 漫談 他功德水呀 他功德水呀 不要 掌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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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